Hello,Pamela还有Roseley 欢迎你们现在加入 现在加入也不迟啊 跟着我们一块来了解 今天上午的最新新闻动态 今天对于南投部分地区的选民来讲 很重要哦 是立委的补选在第二选区 那么这一次总共是有四位候选人要参与补选 分别是蔡培会、林明珍、鲁玉军 还有陈聪建 这四位候选人 那么选区呢 第二选区的范围涵盖了有南投市 民间乡、集集镇、水里乡 竹山镇、鹿谷乡 还有信义乡 那这些地区呢 在政治地图来讲 就叫做着水溪县 所以投票率将会是一个关键 虽然有人讲了 这一次感觉补选的选情稍微冷了一点 但是如果你是这选区的选民的话呢 19万8412人 如果你是里面这其中一人的话呢 你要对你的故乡 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到现在四点之前 都还能够投票 记得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那么在新闻当中 虽然这是四位候选人 但是大家还是比较容易聚焦在前两位 就是蔡培会跟林明珍 今天两人在投票的时候呢 也各自表现了他们今天的心情 来看看今天投票状况 投票所外朝成一团 因为有人站在门外 统计投票人数 甚至还在花盆里找到一颗 偷拍镜头 两女一男分别拿着手机反搜证 男投银盘国小偷开票所 校园里竟然出现了偷拍镜头 另外在民间也发生了类似状况 男子手中拿着表格名册 疑似在记录投票人 甚至连身形衣着都被仔细记录 男投第二选区立委补选 四抢一战况激烈 上午中不好天气出了大太阳 前县长林明珍也起了大早 他说前一晚睡得好 希望选举过后一切抹黑 到此为止 现任县长许淑华也带着老父亲 一起投票 没想到途中出了小状况 拿成了旧版身份证 幸好及时更换完成投票 而民进党籍蔡培会难言紧张 还带着子男公前母项链 当作幸运物 这个是昨天林静怡给我的 就是他当时补选子男公 外界预估投票率大约四成上下 天气好可能继续冲高 胜选关键就在于 谁能动员最多基本盘 就有机会获得胜利左右选情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这场的南投立委补选呢 除了是攸关个人的战机之外呢 也对于两党来讲呢 也都是有各自的压力 当然对于国民党来讲呢 是看看说这个气势 能不能延续下去 胜选的气势 因为是从去年的九合一大选之后呢 在历经嘉义市长的补选 还有台北市大安区立委的补选呢 胜胜胜连三胜 那么在南投的部分呢 会不会再抢下一胜变成连四胜呢 当然对于民进党来讲呢 这是赖新德当党主席之后的第一战 那当然这个输赢对他来讲很重要 如果赢的话代表他操盘顺利嘛 那么气势也会延续到2024 所以两边呢都有赢的压力 跟不能输的压力 好那除了蓝绿之外呢 现在要跳出了一个白 为什么突然会跳出个白呢 来看到这是蔡碧雨 她去在南投 跟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呢 马文军居然来个大合照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2024蓝白和有机会呢 在野大联盟 那么这个蔡碧雨要告诉大家 大家不用多想 他只是当时呢 他去南投去看一下长照机构 然后碰到了马文军 所以就相约一块来吃早餐 那昨天巧合的是这个柯文哲 跟朱立伦呢 也是参加了共同的活动 那自然也被问到了 两个人是不是两个党 有可能会合呢 尤其在台南这一次的补选当中 当时柯文哲就讲了 民众党这一次呢 是维持中立的 那么到2024呢 会不会所谓的蓝白和呢 朱立伦是讲了 在跟每个政党当中 一定会有犯律 在这个除了律之外 在野党的大联盟当中呢 跟各个的政党都会有合作的机会 自然也有竞争的时候 那对于2024是否要合 还是要各自竞争呢 目前两方都没有讲得特别清楚 那么就回到在南投立委补选的状况 大家都希望投票率可以高一点 这样子呢才可以拼出一个 很绝对的胜负 所以今天南投现场 许诗华也再次呼吁出来 呼吁大家 该投票的 尽量出来投票 今天一打早呢 我们也都各自来到自己的投票所来投票 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当然会有 零星的民众已经都出来投票了 但我们大概 希望呢 今天的投票率目标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超过四成 那我们大概会在中午左右 又会把基本的这个投票率也都概算出来 那希望呢 还没有出来投票的民众 能够踊跃投票 那为我们南投呢 自己的这个未来 做下最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今天 我个人呢 在投完票之后呢 我也会到每一个乡镇 去看看各地的投票的状况 那希望呢 如果啊 还没有出来投票的 能够鼓励他们 大家踊跃出来投票 对于前景的看法 我们很乐观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 好